选秀节目《原址少年》一度被称作最强男团打造节目 节目尚未播出时,仅靠一首主题曲《原来的少年》就让成员林嘉诚一炮而哄 在表演中,他凭借一个ending pose打入无数少女的心中 成为日韩粉丝讨论的话题人物,也被选手们牺牲为天选之人 其实在林嘉诚少年时期并不太有自信 也是一直以来家人的鼓励才让他征赞璀璨之心比赛 还报名电视台培训班,成为了唱片公司训练生 如今也有机会在原址少年追逐梦想 林嘉诚也坦言,自己难过时很感谢有家人的陪伴 在节目中他还透露,因为自己喜欢穿破鞋,姐姐以为她省钱 还专门为她买了一双宽威送给她,其实自己只是单纯想要耍帅 导师安娜听后笑称要姐姐把鞋子转送给心仪的吕之语,引得全场报效 林嘉诚姐姐还透露,看着她的成名之路上从小千辛慢慢变成性感妖精 感觉她改变很多 直到有几次看见她在家里因为表现不好偷偷哭泣 才发现她原来还是那个少年